這個賴清德開始說決定要參選黨主席 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會扯到他 什麼爐渣的事情 什麼兵力的問題 這兵力的問題就我了解 這其實是個重大問題 而且跨部會 所以在整個黨內的討論過程裡面 因為不是副總統的職權範圍 所以賴清德幾乎都沒有參與 所以那個報導基本上沒有就回事 胡說八道根本什麼什麼 賴清德又把他延後等等 結果了解到這種議題的延長 包括總統幕僚群的討論 甚至於跟國會民進黨在國外交委員會的立委 這麼的討論 這也不關乎總統的事 所以基本上就是黨內到底有沒有共識的問題 那現在看起來就是因為民進黨大敗選以後 輸掉這種選舉 那大家在檢討原因 很多人把認為兵力延長這個事情 當作其中就是戰犯 那到底是不是啊 像我個人就不完全認同 我並不完全認同說 因為你是個兵力問題 要造成沒有選輸 所以如果應承到賴清德 我覺得根本上就是選舉時候 你覺得就是要抹髒水給他 賴清德已經浮出頭了 當然當然就先打他嘛 但就算是這樣子的話 但民進黨還是要回歸來面對 對 要不要處理 對 這是另外一個 這是另外一個 OK 現在看起來的話 其實會講到這個 當然會面對到所謂的兩岸的問題 兩岸問題為什麼有些人會認為有沒有影響 是因為你說包括俄國戰爭什麼 這些一路沿下 包括習大大你說二十大以後 他的態勢會變得更強硬 可是現在看起來正好 第一個 媒體上報導說老美也會顧 因為老共那時候 我們在節目裡面講過 他那個軍艦跟下餃子一樣 劈哩啪一直不斷的下 所以美國自己也顧到二零二五 其實老共的那個那個 船艦的數量會非常的龐大 這對美國來講 一定會造成一些的威脅 全球的基地網絡 對老共來講他也到處射 這些在未來對於包括中美爭霸 會產生什麼影響 對為什麼我們是講到二零二五 二零二六這兩個時間點 因為其實包含蠻多很高位級的 戰略專家都是估二零二五 二零二六會出事 為什麼二零二五二六會出事 原因是因為二零二四年年初 臺灣選總統 年底美國選總統 年底美國選完總統之後 確定權力位置 確定不管是誰當選 那中國一定會開始跟美國 就臺灣問題進入到深水區來協調 那進入到深水區來協調說 因為習近平二零二七年 又要再面臨連任一次 那在二零二七年之前 臺灣 臺灣問題 如果沒有一個重大的解決 或是有一個突破 突破不見得要解決 解決就等於臺灣被他吃下來 有重大突破或是解決的話 習近平二零二七更沒正當性 所以大家估二零二五 二零二六這麼危險 就是借於二零二四 就是美國新總統 到二零二七習近平要連任之前 中間就兩年二零二五 二零二六嘛 那要出事一定是這兩年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估的斜點就這樣子 那會發生什麼問題 因為有人講說什麼什麼萬劍齊發 萬傳齊發 顯然都是不太符合真實狀況就很困難 當然我如果是老美或是我是臺灣的國安部 我一定把說萬彈齊發的狀況評估進去 或是說萬傳齊發評估進去 可是實際上會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從中國最近的軍事動作可以看出來 中國軍事動作二零二五年 將有四百艘的艦艇 加上中國現在所有的大計畫裡面 在二零二五會完成一個收尾 他的下角的計畫會有一個收尾 那這個大大艦艇 包含山東艦 遼寧艦跟福建艦 這三大航母在二零二五可以服役 這才是麻煩的地方 他等於有三個航母 三個航母群 那這三個航母群要服役的時候 他會變成會要幹嘛呢 封鎖臺灣 這是我們一直講的北平模式 那個時候老共達北平 就是把北平圍起來 就副作役投降 對不對 北平模式就是 臺灣北邊公共海峽擺一個航母 我那邊不用做 我就演習 我不是要侵略臺灣 然後臺灣的南邊也擺個航母 臺灣東邊也擺個航母 可能山東 福建 遼寧吧 各擺一個航母 然後我就做實彈軍演 實大軍演之後 整個臺灣是不是就被實彈軍演包圍住 但那個時候的所有天然氣 所有包含日本需要的所有商船 全部卡住 你那時候保戰爭險都不過去 初期可能會保戰爭險 像俄物戰爭那時候黑海初期 是給戰爭險 保費多十倍二十倍 可是俄物戰爭結束之後 打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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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段的時候 你加戰爭險 保險公司也不受理啊 風險太大了嘛 所以那時候連保 戰爭險船都過不來 老公這樣圍圍圍圍圍 到全世界會譴責 然後臺灣內部壓力很大 對不對 兩個禮拜收攤 我們一直以為會圍 你說老共什麼都不做 就兩個禮拜 然後收攤以後造成我們內部 可能會 我們一直講說 我們原本以為會圍半年一年對不對 然後兩個月三個月 我就聽到說法 是我就圍一個禮拜 我兩個禮拜我收攤 然後再過一個月再來圍一次 再來兩個禮拜三個禮拜 再圍一個禮拜 就這樣不斷的圍 可是現在老美是塑膠嗎 可是我演習 因為它是灰色地帶中的灰色地帶 原本圍臺灣已經是灰色地帶 圍臺灣那時候我們已經講說 老美要這個可能要對撞或什麼的 可是如果他居然一個禮拜 那就強迫什麼 美國跟中國幾乎到更深水區的 更深水區的磋商 那這個更深水區的磋商的過程中 當臺積電在中國 臺積電從臺灣慢慢移到美國的時候 那臺灣的籌碼會降低嘛 所以這些事情其實都要考慮 就是說我們不要什麼時候想說那老美咧 那老美咧 我不是想要老美 我說那國軍咧 國軍滅掉這個狀況 你要怎麼處理 可是他演習 基本上他又不在我們的領海 就像這一次 那我們的國軍你說我總不能因為這樣我就打你啊 那不在我們的領海 國軍不能打 那老美更不能打啦 可是老美可以用某種方式 你在你的演習 可是他覺得那是國際海域 然後他做他的演習相對逼著你動 對 可能就變短兵相接嘛 所以那個可能對於臺灣整個臺灣內部那個 那個壓力 對 是非常非常大的嘛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對於中國來說 因為下角子看懂了 後來不是說 這個下角子不是說什麼要去對 對什麼美國一對一片 沒有 他是比火車對仗 他去跟GAME把整個臺灣圍起來 然後才遇到這個狀況 所以現在其實很多戰隊專家分析 會在二零二五 二零二六就這樣原因 然後最有可能的狀況就是包圍臺灣 那包圍也不要想說 就是一圍圍個二十天三十天三個月 不是 他如果最怕是鬆鬆緊緊 我覺得臺灣內部會先撐不住 那這件事要回過頭還是什麼 如果臺灣現在對於當兵 要不要大概一年都沒共識的話 我保證那時候二零二五年的時候 一定先崩潰 就炒翻了 先炒翻嘛 所以我覺得如果民進黨認為 抗中保台是你們主基調 而且這件事也是臺灣未來該做的事情的話 兵役推一年 絕對不該這麼這麼的扭捏 對不對 這應該是很好很簡單邏輯 不是因為怕人民反彈 你當兵役年怕人民反彈 那老公打來就不怕人民反彈 如果在大事大費面前 應該沒有什麼什麼 什麼人民反彈這件事 所以我一直認為兵役就可以走一年 而且內部應該改革 這就沒有做的話 我坦白講 如果民進黨不做這件事 你很難說服大家說 在二零二四年 抗中保台是主基調 OK 可是說實際上 剛才講的這基調 可是前提就是 老美也沒有辦法有任何作為 這跟最近美國一天到晚 不管是喊 或是實際作為 很多這樣 今天媒體上報導說 他們搞不好還想要派官員 常駐臺灣 包括他一天到晚 你現在看連B2B 什麼一大堆的那種 那這些都做假的嗎 所以老美的那個五角大廈 助理副部長印太的助理副部長 軍事部署激烈性變革的一年 所以他們當然就算到 剛剛鄭浩講的那些規範 剛剛講那個規範裡面 那些所謂的公台的準備 其實在前幾天的歐亞時報 歐亞時報雖然是在瑞士 可是一向跟中國大外宣 比較有關係 就講到這個劇本 而這個劇本是什麼 就是當年的時候 敬文功打楚國的方法 我就讓你撕老兵皮 來一下退一下 來一下去 然後這個方法大家都算到 那美國現在是這樣 出動航空母統戰鬥群太貴了 所以他們為什麼先前的時候 印太司令講說閃電航母 所以你來軍演 我也來軍演 但是有一條線 你看美國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臺灣海峽是國際公海上認知的公海 所以意思就是 到時候你就這邊軍演 我也來軍演 我們要互相監看 那監看在臺灣海峽 你不能影響他的航運 所以那個是美國畫下來一條紅線 那當然這條紅線 就會跟中國有個強迫 那另外一個呢 美國要展現什麼要劇烈變革呢 所以第一個呢 他們對臺灣大概是有不耐煩的 你看艾斯培講了多少次了 你們的兵力是不足的 美國也一直講的是協助臺灣防衛 記得是協助 不是美國扛起臺灣防衛 所以你臺灣有什麼辦法 那臺灣的兵役 他們就認為不足嘛 所以不足之後是現在呢 開始在這個幾個幾天之內 就會審過國防授權法 而國防授權法 除了一百億給我們以外 一百億美金 他們就加了一條 是不是先用一個 因為他們現在跟中國關係不好嘛 然後在中國不能理解 但是又要學中文 因為他們官員如果不懂中文 你怎麼去理解中國人邏輯呢 那學中文所以第一個派官員來臺灣 第一年說得好聽 叫做協助臺灣 來臺灣學中文 這樣子是整個美中在交往的時候 文化交流 那第二個開始呢 一年派十個人 是不是進駐到臺灣的相關部門 然後呢當一個可能就是一個學習實習生 但是去了解臺灣的決策過程和決策模式 那什麼為什麼官員了解我們臺灣的決策過程和決策模式呢 因為他們不能理解啊 就剛剛講的啊 光一個兵役問題 你就要扯這麼久 那扯這麼久之後 你們到底在思維什麼 所以美國其實是表達 他其實很在乎我們 你們這個防衛 那另外一個美國也展現一個能力 這個能力叫做什麼 金業極戰 他除了剛剛那種部署之外 因為整個中國或大家想像的就是 到底多久人來 到底你的兵力投射的速度和時間怎麼樣 所以他會很特殊的 最近金小胖不是又在他們的 互射啊 什麼什麼的狀況 所以他呢 美國推特公佈他們在韓國的駐軍 他們晚上在整個五號六號的時候 炮火實射 然後其實這個東西 他們常常進行這樣的一個訓練 但是他們除了講了一句話 展現我們美軍 金業極戰 今天晚上我就可以作戰 你不要以為有拖延 那什麼叫金業極戰 馬上就告訴你說 他們不是把B21已經亮相了嗎 那是下一世代的戰略長城後大機 但是現在先是有人版 以後會是無人版 然後放在關島的話 以後你在臺灣海峽這邊 你的航空母艦管理是輻射什麼的 我飛過來兩個小時之內就到了 但是那是二零三零年 所以美國又展現一個狀況 就是B1B B1B他一向是進駐在美國本土 因為出來之後 可是一飛他的每次的航程 是二十小時計算 但是因為他過去的那個狀況又大 又需要空中加油 還要人員休息 所以裡面的人員訓練是二十小時 為一個航程 那其實中間可能要停下來 空中加油 可能會到整個關島 或是日本那邊做一個喘息 那這個在戰爭的戰力投射上 都沒有達到金野極戰 所以他們現在B1B上面的人 要訓練的是四十個小時 那四十個小時那是什麼狀況 我飛出來之後 你過去會算 你會到日本哪邊去休息 這個航路是被看到的 所以只要老共或俄羅斯盯著 就知道你的B1B有沒有來 但是以後如果是四十小時 我根本你不知道 我在天上飛在哪裡 可是那對人的 人的所有的精神跟各方面 那不是單純訓練 那真的是非常嚴酷的一件事情 非常嚴酷啊 可是其實你要知道 美國這些戰略轟炸機的飛行員 我們過去講都是萬中選一嘛 所以他們當然就是要去做這個訓練 那當然他們上面一定有相關一個調整 那事實上美軍曾經幹過這種事 以前剛開始的時候 在冷戰初期的時候 他們的B29還B52 他們是二十四小時 永遠在天上有霸架 是二十四小時 所以他現在就告訴你 美國已經提升到金野極戰 美國也做了準備 而對臺灣你的決策模式 美國覺得說怪怪的 所以要派官員進來 你就真的以為是跟我們交流嗎 他們其實是回去打報告說 原來臺灣 他每次討論問題的時候 他們不是討論國家安全 是討論說選票安全 那個東西 不知道我們五角大家看以後 會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兵役的問題 對於民進黨這次的敗選影響 並不是這麼大 我是同意剛剛軍縣委員的說法 所以我覺得被放在那種檢討報告裡面 是過度的把它放大了 明明還有很多其他問題 像是蘇貞昌固人院 蘇貞昌討人院 那又不能寫這個呢 不能寫這個呢 對不對 那怎麼去想講兵役的事情 他們只寫了幾個字 是權力的傲慢 那誰權力的傲慢也沒講 那其實解決蘇貞昌 在那叫什麼 現在我都還印象非常深刻 對不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兵役這個事情 當然是一定非得要處理不可 因為你說兩岸關係 以及台灣少子化的國安問題 我在兩年前我就算過了 我們後備軍人的數量很快就會不夠 你不要講說上不上戰場 這我覺得也不是上戰場的問題了 即便不上戰場 我們後備軍人的數量都不夠 那這是國安問題 國安危機 所以我會覺得說 蔡英文應該要不要負責任的 在他的任期內處理完畢 我不覺得這個問題應該要拖到下一個 不管是賴清德 或是我們國民黨能夠執政的話 應該是在 你其實年底就要決定了 因為他需要一年的預告期 如果今年年底不公佈 如果明年公佈 就要再跨2023公佈 2024不能實施 要到2025 等於是這個樣子 我講一下整個脈絡 我在2020年的時候 我算是第一個提出這個議題的人 當時的國防部長嚴德發 現在已經下台 當時還跟我說 這個增加義務役的疫期 會使得全體的國軍戰力變弱這種話 他當時還這樣講 所以他下台了 換上新的邱國正之後 態度整個改變了 包括美國跟其他的國家 也都覺得 台灣人應該要為自己的國家負責 所以邱國正他態度改變之後 就往著兵役這個義務役 疫期要延長的軌道跟方向去走 那既然我們現任的國防部長 想法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就要趕快定案 那趕快定案 就是說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包括配套措施等等 那如果你拖到下一任 我會覺得是在蔡英文的任內 不負責任的做法 因為你現在用的國防部長 你的主張 你的方向都已經轉彎了 那為什麼不在你的任期裡面 決定這件事情 要讓下一個元首來決定呢 OK 請問一下一分鐘 你覺得對民進黨來講 這次你看過的檢討的內容 大家看過這麼多一些 包括抖音啊 包括管他的這些 你覺得是真的討論到重點嗎 當然敗選不會單一的原因 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就是 那種以前大家不喜歡民進黨 討厭民進黨氛圍又出來 所以投票率就降低 至少民進黨有機會 是因為這些選票沒有跑到國民黨 他是投票率降低 他不是投過去 他並不是變心 所以可能就是給你一個 留校查看的機會 所以民進黨大概未來 還有一個機會 就是你要讓人民感受到 你真的有體會到我的憤怒 那你真的有反應我的期待 你要做了哪些事情改革 這個是民進黨未來要面對的 可是到目前為止 你覺得民進黨有在朝這個角度認真的做嗎 所以才會有很多人在講 像必定問題是這樣扯進來 或者是像內閣問題 小燕剛講的 我是不同意但我尊重 但是在民進黨未來要做 很大一部分就變成賴清德 這黨務機構 因為黨務機構是直接會弄到選舉 所以這個也是對賴清德提前的一個考驗 因為你看國民黨現在已經開始在 根本也是開始在總統選舉 小燕剛有提到郭台銘 跟侯友宜還有盧秀宴啊什麼的很多人 我認為郭台銘是不會出來選 郭台銘應該是會支持朱立倫 也有問題 朱立倫也有問題 朱立倫現在民調不夠高 他現在民調也輸侯友宜一點點 朱立倫跟郭台銘不好喔 我先跟你講 他不管如果就是說我們的競爭 競爭對手 他表力如一的支持朱立倫 我們競爭對手已經在準備總統大選 因為國民黨勝選 他現在氣勢 確實是會高過民進黨 民進黨比較確實要 要來處理這幾個問題 其實包括黑金問題也是 就是說被國民黨指責黑金 這個民進黨真的快要吐血 國民黨歷史傳統上 當然國民黨丟到政權 就是因為是個黑金的國民黨 當時民進黨走街頭 就是民眾對國民黨失望 黑金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現在反而民進黨被這個問題給纏住了 請問一下 未來賴金德當黨主席總統是小英 所謂的黨政分離嗎 是真的能夠做到這樣嗎 還是誰聽誰的 因為副總統跟總統 他們共識也四年 這段期間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想他們培養出非常好的默契和信任 尤其在外交方面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蔡英文交辦給賴金德最多 大概都是外交官的工作 不管是代表他出國訪問 或者是說很多外賓來 其實大家可能不一定也許注意到 台灣很少在這麼短時間內 有那麼多重要的外賓來 那幾乎賴金德都有參與 我認為這個基本上 蔡英文如果說他八年的政績 有一點就是台灣的國際地域 就是跟一些國際關係 確實是大概是這段期間 有史以來最好的時候 所以這點我們認為絕對沒有問題 他們兩個之間未來的合作 都絕對沒有問題